大家好,我是Epa 有聽過我們今年要辦GV Summit的舉手 沒有聽過的舉手 剛剛說沒有聽過的其實你們現在也都聽過 然後我現在要用面二星扇的不開MD 讓他變身稱為簡報 好,我今天要提案就是GV Summit的線上交遊大平台設計 那他的原名是會前線上參與機制 那我覺得很冷,所以就趕快去線上交遊 希望可以騙一些人進來 那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Summit網站 如果你不太清楚年會是在做什麼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基本上是雙年會,兩年辦一次 因為一年辦一次太累了 那一四年是,一四年的時候我們辦第一次 然後收稿的件數是二十六件 然後一六年是六十六件 然後今年在收稿前,截止前一個禮拜都還沒有很多稿件 然後到截止那一天就突然暴增 所有人都在最後一天的晚上在寫稿 所以我們今年收到一百四十八件 那我很快看了一下,發現就是全球各地都有人投稿 然後量很多,那值也很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還蠻多人想要參加 然後在這邊交朋友 那所以會這樣 就是講者應該會比較多 然後議程委員 現場有一些議程組應該會很累 然後口藝組可能也會很累 然後我們的開放議程也會很熱絡 所以我就想說那不然就這樣好了 就是我們不要到那個十月五號六號七號那三天 大家在現場很燒腦說怎麼那麼多有趣的人要認識 也許我們可以在提前就讓大家在線上可以交流 那不用排入一層 或是只要你有東西要分享 那就可以到這個平台來交友 建立你的交友的這個profile 那所以我今天早上有想到 可能有點像是那個這樣子 這是meters的那個用戶 所以參與者可以會前在這邊張貼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介紹自己的專案 然後會之後呢就是做一大堆的事情 這都在共筆上可以看一下 那三個方向很具體 一個是講助經 距離講助經的提案系統 這是一個可能 然後或者是用discourse 但是那個很醜 那第三個是用hack folder加hack md 架 這三個方向我們可以今天討論看看 然後第二個和第三個都有點醜 所以可能需要設計師 需要人力是geek 幫忙deploy任何系統 然後規劃使用者流程 然後還有最後是社群經營 有興趣的話可以先去填名字 我今天11點會先離開 1點會進來再回來 所以如果簽名的話我可以去找 那沒有人 好 大家都是沒有人 然後就是最後那個工商幫忙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hack md幫glyme架了一個instance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gmd都可以用 那pd新生的這個 他可以做同一片 然後最後那個8月1號開始那一票 大家可以多多捧場 謝謝 謝謝 謝謝